灾难的信息从四面八方传来 假如我们真的有这个能力 把它延后几年 可是世间人会些怀疑 对这种事情不再相信了 根本就没有在那 你们这些人胡遭耀眼 于是他们的胆量越大 违背能力道的这事情干得久 越干越奇迹 为什么呢 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 古圣先贤 设这些东西全是骗人的 那么延长这几年 他们所造的这个业 越来越严重啊 严重的业报 那就报得更苦了 所以 国报 现前报 淫后报 过有利弊 十全十全是美 做不到啊 我们学佛 学习 学尽重的人 用什么心态 来应对这种事情呢 啊 我们不必去管他灾难拥有 不要去操心这些 不要去问这些 啊 我们能够把机缘抓住 我要求念佛念得三昧 最低的三昧 是什么 功夫成品 啊 太高的三昧 我们没把握 最低的 功夫成品 肯定可以得到 啊 功夫成品是什么意思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心里头有阿弥陀佛 口里头念阿弥陀佛 啊 身体里面 身体是离境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哪里 一切众生 通通是阿弥陀佛 我离境就有对象啊 我见仁恭敬 啊 他是阿弥陀佛 我对他是真诚的恭敬 对四恭敬 对万无恭敬 对一切众生 通通恭敬 这是普贤十月的第一愿 离境祝福 啊 称赞如来 没有供高国慢性 没有嫉妒障碍性 啊 见到别人的好事 赞叹 尽心尽力 谢苏 陈旧他 看到众生不善的事情 不放在心上 更不可以放在口上 若无其死 谭经说的好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啊 只见自己过 不见他人苦 我们能够行一年 功夫成品 就能达到 达到功夫成品 往生就有把握了 啊 有没有灾难 不想看啊 我又把握我 想看 啊 如果真有灾难来了 我到极乐世界去了 根本不要把这个事情 放在心上 啊 提高警觉 啊 没有一丝毫的 畏惧 这就对了 啊 他给我们最好的 警策 鼓励 让我们 分一干不苦 啊 我们就像古人所说的 客气取证 啊 我就在这一年时间 我一定要证得 啊 一定要做到 功夫成品 啊 一切万元 统统放下 啊 放下不是只死 四上放下 没用 心上放下 啊 心里头真的干净 什么都没有了 啊 这才关用啊 不是只死 没有 出现 什么都没有了 怎么都没有了